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主日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 江老师能和你在线上 一起来敬拜这位赐生命的天父上帝 小朋友要预备好你的口 做什么呢? 赞美族 读圣经 祷告 还要预备你的心来听上帝的话 现在我们要一起祷告 开始我们的敬拜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赐给我生命 我要用口赞美你 传扬你 在生活中 我还要让人从我的身上 看见你的大爱 现在求天父帮助我 专心敬拜 学习你的话 孩子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耶稣的名超乎万民 荣耀尊贵都归于他 小朋友 让我们开口 赞美耶稣的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贵都归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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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敬拜祢到永远 今日不能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名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名 一只难以救赎恩典 都应耶稣的名 因为共和振战的神 都应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照顾万里 荣耀尊贵 每天都会与你 关系要归拜 晚空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祢到永远 关系要归拜 晚空要承认 耶稣我敬拜祢到永远 圣经是神的话 现在就请小朋友打开圣经 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有圣经的小朋友 江老师希望你翻阅圣经的速度 越来越快 可以很快找到经文 如果你没有圣经 就看这荧幕上的经文 开口和江老师 一起念这一节经文 准备好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我们再念一遍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小朋友 你知道经文的他是指谁呢? 就是耶稣 耶稣甘愿代替人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 叫所有相信他的人 都可以得到永生 永生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永远的生命 那是上帝赐给人的新生命 是圣洁的生命 就是不会想要犯罪的生命 这新生命 什么时候开始? 会结束吗? 在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你就会得到这新生命 当你离开世界 到了天堂后 这新生命还要继续到永远 是不会结束的 小朋友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亲爱的天父 在疫情期间 全世界有三十多万的人死了 求你安慰他们的家人 我们相信你是掌管一切的神 包括人的生和死 祈求主帮助更多的人 愿意来相信你 靠着你在世上生活 将来也可以到天堂 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小朋友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 学习了些什么? 凡事谢恩 那么 小朋友 你有什么感恩行动吗? 如果你希望自己 越来越像主耶稣 就要把所学习的功课 行出来 如果你做到了 就发个短信告诉江老师 好吗? 凡事谢恩 就是每一件事都要感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在医院 有很多病人死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棺木等着下葬 现在 巴西的坟场工作人员 每天要做足12个小时 他们赶着埋葬许多死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昨天 关病19全球疫情总数据 从这个报道 我们就知道 全球有600万人被感染COVID-19 小朋友 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吗? 让江老师告诉你 这个数目就相等于新加坡的人口 死亡人数呢? 30多万 又是多少人呢? 如果我们把新加坡的中小学校长 老师和学生加起来 就差不多是这个数目了 一场瘟疫 如果影响了全新加坡居民的健康 还有使到全新加坡的中小学校都空无一人 那是多么的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感恩? 我又怎么感恩呢? 看到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 的确让人感到伤心 无法感恩 但是 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就知道全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感染COVID-19 他们是谁? 各国的政府领袖 现在正忙着想办法控制疫情 还有很多医生护士 他们也正日夜忙着照顾病人 还有很多送餐员 赶着把食物送到你的家门口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呢? 在新加坡有三万多人受感染 你和我却平安无事 也有人死了 你和我却还健康活着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比他们强? 还是因为我们都很听话 勤洗手,戴口罩,不乱跑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赐生命的主 也是收取生命的主 上帝给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日子长短不一样 有些人只活了几天 一般人是可以活几十年 也有少数的人活超过一百年 但是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 江老师不知道 小朋友,你是否有想过? 如果今天 上帝允许你感染到冠病十九 然后你死了 怎么办? 小朋友对死这件事 想过哪些问题呢? 为什么人会死? 神要人死吗? 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 如果我的身体还在地上 我怎么上天堂呢? 天堂在哪里? 我在天堂会看见谁呢? 在天堂 我的妈妈还是我的妈妈吗? 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好,就让江老师来告诉小朋友 这个世界还有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创世纪一章31节告诉我们 创造了天地后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 到底上帝所造的世界有多美好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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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你应该知道她的名字吧? 对了,亚当。 过后,上帝又从亚当的身上拿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夏瓜。 上帝让亚当、夏瓜住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叫伊甸园。 上帝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散步,谈话。 上帝告诉他们, 园子里任何果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只有分别上那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 因为吃了,你们一定会死。 刚开始的时候,亚当和夏瓜都很听上帝的话。 但是,慢慢的,他们对那棵树越来越感到好奇。 有一天,撒旦变成蛇的样子。 他对夏瓜说, 上帝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这树上的果子。 夏瓜回答, 没错,就是摸一下也会死的。 蛇接着说, 摸一下不一定会死。 你们反而会变得和上帝一样聪明。 夏瓜听了,就采了分别上二树上的果子来吃, 又拿给他的丈夫吃。 亚当也吃了。 亚当和夏瓜不听上帝的话, 吃了分别上二树上的果子后, 世界就不再完美了。 小朋友应该知道, 不听话是不对的事。 圣经说, 不对的事是什么? 罪, 做了不对的事, 也要面对处罚。 是的, 亚当和夏瓜不听话, 他们要面对处罚, 他们被赶出伊甸园。 而且, 从那个时候开始, 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不管男的、女的、 植物或动物, 有一天都会死。 小朋友, 上帝并没有把死放在他的创造中, 死是人不听上帝的话, 犯罪的结果。 正如圣经,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的, 罪的代价是死亡。 但是, 上帝不希望他的儿女永远死去, 所以, 他就派了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 要拯救世人。 耶稣在世上生活, 耶稣在世上生活和所有的人不一样。 他从来没有不听上帝的话, 他不但非常喜爱上帝的话, 还在生活中活出来。 后来,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死也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 过后呢, 回到上帝那里。 小朋友, 你还记得耶稣升天的前景吗? 耶稣回到上帝那里, 做什么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 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有一天, 我会再回来, 见你们到天堂和我在一起。 小朋友, 你听清楚耶稣所说的话吗? 耶稣回去, 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 有一天, 他会再回来, 接我们到天堂和他在一起。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天堂呢? 不是哦! 只有那些愿意相信耶稣, 属于上帝的人, 才可以到天堂。 那么, 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死了, 身体还在地上, 又怎么样上天堂呢?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不单单有一个身体而已,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我, 是有思想, 感觉和爱的, 这就是灵魂。 当我们死了, 耶稣就会把我们的灵魂带到天堂去。 什么时候呢? 很短的时间。 多短? 像你眨一下眼睛那么短的时间, 我们的灵魂就与耶稣在一起了。 同时, 上帝会使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新的样子, 这个新的身体和在地上的旧身体有点像, 但是新的身体是完美的, 正如天堂一样的完美。 这个新的身体永远不会破皮, 流血, 也不会生青春痘, 或出现皱纹, 更不会感染到冠病十九, COVID-19。 而且, 新的身体可以做一些在地上做不到的事, 好像什么呢? 不必开门, 就可以进到屋里。 还有, 不必坐飞机, 你这一刻还在新加坡, 下一刻就出现在中国了。 这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开心的事呢? 我们不知道天堂在哪里。 圣经说天堂太美了, 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 我们刚才看了美妙的世界, 江老师相信天堂一定比这个世界还要美妙, 而且更完美。 那么, 小朋友, 在这完美的天堂, 你会看见什么人呢? 还记得大卫吗? 他已经在天堂, 到时, 你可以叫他教你怎么样使用甩石器。 还有, 你也会看见约瑟, 他会告诉你, 他在埃及的生活和感受。 你还会看见戴伊犁和他三个朋友, 然后, 听听戴伊犁告诉你, 他怎么样为四个国王做事, 有什么高兴的事, 还有什么痛苦的事。 在天堂, 你肯定不会见到哥利亚, 为什么? 他太骄傲了, 觉得可以靠自己, 不需要上帝, 所以, 他肯定不会出现在天堂。 天堂还有很多很多相信耶稣的人, 好像你的爸爸妈妈, 主日学老师, 你的好朋友, 你会认得他们, 也会永远和他们相亲相爱, 快乐地一起生活。 小朋友, 以后你到了天堂, 耶稣会好好地照顾你, 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 那么, 你羡慕天堂的生活吗? 如果, 小朋友很想到天堂, 那你现在就要做好准备, 做什么准备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是的, 只有信靠耶稣的人, 才能够到天堂。 你可以祷告, 告诉耶稣, 你愿意接受他, 做你的救主。 如果你相信了耶稣, 你要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时时刻刻靠着耶稣, 做上帝喜欢的事。 你怎么知道上帝喜欢的事呢? 都在圣经里, 小朋友, 打开圣经来读吧。 最后, 江老师要问几道问题, 让小朋友们复习所听的故事。 准备好了吗? 好, 请听清楚问题。 一, 上帝造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叫什么名字。 二, 他们本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三, 为什么他们会被赶出伊甸园呢? 四, 你喜欢天堂的生活吗? 为什么? 五, 到天堂之前, 你要做什么准备? 江老师相信, 小朋友会把答案告诉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主日学老师? 不知道你回答正确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没有奖励你? 不过, 你的主日学老师一定会送你小礼物的。 如果你还不是主日学学生, 你可以把答案告诉江老师, 请打手机号码, 9637-9251, 我再重复一次, 9637-9251, 如果你答对问题, 江老师也会送你一份小礼物。 过去的崇拜, 很多小朋友都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了主日学老师。 江老师给你们一个赞, 天堂就是加美之地, 我们要有信心, 相信耶稣就是救主, 只有祂可以带我们回到天父的家。 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遲疑, 牵起我的手, 你给我勇气, 书关键弦鲜明, 天亮千帆路, 我将吃咖啡, 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 相信就有奇迹, 回动星星的翅膀, 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不期眼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虽然你只放你给我勇气 被忘那条美之地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去意 牵去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剑生命天亮剑法路 国家吃高费你给我信心 只要想起 相信就有奇迹 会动心心地去吧 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不期眼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随着梦想起飞 虽然你只放你给我勇气 被忘那条美之地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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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梦想起飞 虽然你只放你给我勇气 虽然你只放你给我勇气 回动心心地去吧 随着梦想起飞 在结束今天的敬拜之前 我们要再一次跟主耶稣说话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在天上为我预备 一个美好的地方 我相信有一天 我会回到那里 求主帮助我做好准备 欢喜与主见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已经是 一起来敬拜的第十集 小朋友是否还记得 过去所听的故事呢 下个主日 江老师不会制作视频 我们也不会在线上见面 但是 江老师有一个建议 就是小朋友和爸爸妈妈 先把过去几周的视频 再看一遍 然后通过Zoom平台 在下个主日 在下个主日 与你的主日学老师 一起温习圣经故事 还有经文 过去 从你的爸爸妈妈 或主日学老师的反馈 知道小朋友 很喜欢 一起来敬拜的视频 这也让江老师 感到非常的开心 江老师在这里 祝愿每一个小朋友 身体和智慧 都一起生长 得到上帝和人的喜爱 我们今天的敬拜 就在这里结束 小朋友们再见